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是12月18号 早上要起床 真的是让大家好不想离开被窝 因为今天是寒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天 所以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在本岛最低温出现在哪里 就是在富贵角只有7度 而另外就是在桃园也只有8度 其实今天外头真的好冷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今天开始 这个冷空气就逐渐来转干了 所以湿湿冷冷的天气 可以暂时跟他说拜拜 但是在山上想要等雪的观众朋友 要跟你们说一声sorry了 因为接下来比较干的空气下来之后 下雪的机会就会慢慢来减少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气象局 还是继续来发布低温特报的 现在只有两个县市没有来亮灯 就是在澎湖跟台东 但是今天全台湾各地 都是亮起了黄灯跟橘灯 而橘灯就是代表非常寒冷 像是在北台湾甚至到花莲地区 连续12次小时都有可能少于12度的低温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像是在新北市 还有桃园都已经来到7到8度的温度了 另外可以看到在南部地区 像是在南高坪甚至都有可能小于10度 其实今天刚刚也有测到在高雄地区 大约只有8到9度的低温 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很冷 因为现在冷空气是一波一波下来了 而且可以看到1020线都已经来到了南台湾 所以代表整个冷空气都在涵盖着台湾上空 而且大家说为什么会转干 就是因为原本在冷空界前缘都是有一波封面 也就是比较湿的水气会来到台湾附近 但是现在后头的冷高压又继续的往南推 所以现在天气才会来转干 下雪的机会就会比较低一些 来看到今天全台各地的温度都是大约落在8到11度之间 但是在南部地区要提醒大家 中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温度会慢慢回升 来到19度 所以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不过今天可以看到其实降雨的机会都是慢慢来减少了 而未来一周的天气要提醒您的是 其实到周一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些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到明天清晨温度还是蛮低的 周二周三慢慢来回升了 但是可以看到到周四之后又会有另外一波冷气团来影响台湾 所以未来一周都是冷嗖嗖的 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一下暖暖包 而且要把后外套穿起来 以上是这一节的强资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